鱼场是开创新的商机,养殖业就是其中之一。 现年59岁的拿督吴清良是土生土长的五级大文人。 这天,拿督吴清良和他的幼子吴思庆并肩同行,朝着他们的养鱼场出发。 拿督吴清良告诉我们,他认为养殖业在当地有发展的潜能, 所以在1985年,决定在这座小镇上建立了养鱼场。 为了确保基本程序工作能够顺利进行,他时常都会到养鱼场学士。 这些工人是在换网。 为什么要换网呢? 因为每个15天,这些被类都会卡住这个网。 这些网呢,就是要换网就是让它的网很清洁,那个水分很流通,来增加它的氧气。 所以我们主要换网就是它增加的氧气一块很大。 我们的养鱼现在也不就是从小鱼养到大鱼,差不多整一年的时间, 所以这是已经可以收成的,已经要卖去市场的鱼。 就是卖到市场,卖到海鲜楼啦,卖到酒店啦。 因为同时我们养鱼也自己有做一些批划, 自己卖到自己的海鲜楼来, 还有其他的海鲜楼附近的海鲜楼。 那种无清凉香气, 养殖业不仅能够推动当地的经济发改, 为居民制造出更多就业机会, 也能够为环保献出一份力量。 随着这个海洋,因为过度的捕捞, 已经造成了我们海洋的一种疑,越来越少。 所以在我们养殖业方面, 就是希望政府也大力了更多人来养殖, 能够使到我们这个海场, 能够好像维护这些几十年代这种, 好像这种,还是继续能够保护到这些海洋, 整个对我们这个大自然环境一些保护。 因为现在我们是很鼓励了, 未来的移民在未来能够多用一些鲨鸟上面, 在陆地上, 这些可以说已经可以说成90多%, 将近100%都已经用成鲨鸟了。 所以这个鲨鸟证明是可以的。 对养殖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, 又增加我们这个鱼的产量, 鱼物能够对人也是比较健康。 在养殖鱼类的过程中, 水质的管理和饲料的筛选, 是影响鱼类生长的重要因素。 拿多无清粮为了能够生产更多健康的鱼类, 它在2005年, 引进了一种鱼苗孵化的新技术, 而这技术使它的养殖业走向了另一个高峰。 吴思远是拿多无清粮的赤子, 眼见父亲年事见高, 为了减轻父亲的工作负担, 吴思远选择修读养殖系大学毕业后, 他即回到这座小镇上, 与父亲一同打拼。 应该是算十年前, 是没有这个鱼苗这个行列的, 全部都靠进口, 从台湾、印度、泰国、 一些国家进口来这里的, 这样子一样, 会有时候成本都高, 然后还有很多毛病, 一些病菌都没办法控制, 所以最后也是一个机缘, 然后遇上泰先生, 然后在互相来把这个台湾技术引进来需要。 本身我们是从清理的培育, 自己从鱼卵, 那直到整个过程内, 那我们是引进台湾的技术来做一个操作这样。 现金的鱼苗孤化技术, 成功培育出健康的鱼苗, 使拿东吴清梁的生意逐渐扩大。 而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, 家中的两个儿子, 吴思远和吴思庆, 都愿意学习继承家业, 才是亲力亲为, 用心经营。 以前小时候吴就是去海边那边等巴虾、巴鱼包装这样子, 接住一下, 也没有真正去了解出海那些, 然后大了就去学ID, 因为兴趣了算是, 然后就进来这里, 就要算是蛮陌生的啦, 对那些鱼类, 然后进来过后才学习那些鱼的评仇。 海国他们的洗心, 还有一些环境上的因素这样子。 在城镇发展计划的推动下, 五级大门也逐步改变了原来的面貌。 1994年, 政府在五级大门和八渡郊湾之间, 新建了一座大桥, 使两岸居民的来往更为方便。 大桥通车后, 居民乘搭路纶来往的画面也不在, 使五级大门码头的人潮逐渐减少, 附近商家的生意也深受影响。 尽管如此, 吴清良依然相信, 五级大门拥有发展的潜能。 在亲友的协助下, 他积极寻找新的商机, 并在1995年, 开设了一家海鲜餐馆。 自从那个码头, 没有了那个码头, 附着整个我们的Puketamu可以说是静了下来的, 好像是济静, 士气的那个生气啊, 因为所有人人来往都没有了, 很静就对了, 七点多八点, 就是没有人来。 所以当时候就是说, 有了这个开念啊, 作家都能够重新挽回这种呢, 是很好的。 所以看到我们这个霞村海鲜楼那种开始的, 带动了我们整个行业, 特别是Puketamu去的人, 都不用去到很远去工作, 这个第一个是职业的问题, 第二个也造就了很多一些工作啦, 还有很多这种商业机会啊, 这些都慢慢地整接了。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, 武基大门的海鲜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冒起, 逐步将这座小镇变成一个文明侠仁的海鲜村。 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, 这些年来, 武基大门人不断做出各种尝试, 他们先后投入捕鱼业、养殖业、 鱼苗孵化场和餐饮业, 这些发展的趋势, 让我们见识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, 勇于求存的毅力和精神。 兵城州的巴都郊湾和武基大门这两座小镇, 因地理位置而紧密相连, 两地居民在历史、教育、文化、信仰和经济方面, 要抱着积极进取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难关。 透过他们生存的故事, 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扎根之地里的那股顽强生命品。 我家在马来西亚,我是巴都高兰的。 我家在马来西亚。 我从西北来西亚,我是巴都高兰的。 我是巴都高兰的。 我家在马来西亚。 我家在马来西亚,是巴都高兰的。 我家在马来西亚,是巴都高兰的。 让马来西亚, 馁州。 知音乐跟其路有关系范威士转的